經營的消息 從今天開始 經營的發展是由一台 小孩五十二戶 起到五十五戶 農委會主委 我們決定說會由今天 國高來進口經營 不過在這個經營的通路 新增量環點跟超級市場 這個經營差不多都是空的 不會經營的經營行 門口一早有哪個民眾去拜託 早上電話兩行都還沒開門 門口已經出現民眾要拜託 買兩 當天晚上來買不到 我六點 六點多就來了 然後他不賣 然後七點十分來就排這麼遠了 很難買啊 到處都找不到蛋啊 真是這個政府不實在在幹嘛 想買兩人不只牽手要快 最受到歡迎的百貨人都缺貨 只剩下百貨紅色人 還是百貨人賺好賣 不過受歡迎的聽到 才賣不多久就都少空空 現場賣我也沒辦法賣 普通的白蛋 就只是賣一些特殊蛋 就是白殼豐心啊 但是那個價格賣出來 其實也沒賺什麼錢啊 就是大家買得到蛋而已 但是貨也不多 你看我整間店也都空了 如果兩行出現民眾 拜託買兩 就連超市還要大貨店 夾兩一樣欠貨 貨價都空 市長關注部分的地區買房 賣得到兩的價格 未來給開始 配合給為每代金的五十二塊 起到五十五塊 想要在早上店吃一顆呢 感到會價格價錢 暫不提供單點 蛋這個選項 如果後續帶漲幅有再起來的話 我們就會考慮再把蛋這個選項的價格往上增加 因為近前幾坡的冷氣團 造成雞毛三兩的兩變酒 影響到機能的供應 我還給予政府 應該要趕緊處理 接不給缺冷的問題 變得越來越嚴重 除了衛高 進口機能來臺灣 還要趕緊提升 再來兩三兩 這可以讓機能的供應 開給正常 記者綜合報導